一阳千玺,无类的考官,居然是曾经的万人迷。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艺考时节,在各大艺术院校的现场看到了不少熟悉的面孔。 在中央戏剧学院的排队长龙中,义是大明星的吴磊,一阳千玺也现身。 而在中系的考场外,还有一位资深的艺人考官,就是一身黑衣的陈豪。 形色匆匆的他,打着电话从考生中穿过,到校门口刷卡进门静止走到教学楼。 虽然戴着墨镜,但陈豪依旧气质逼人。 原来在中系入职当了表演老师后,他就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教书上。 寒假还未过完,他作为考官就匆忙回校面试新生。 虽然如今陈豪已经很少拍戏,但他全职做演员的时候却是风光无限,俨然是一线大明星。 无论是探究人性的文艺电影,还是轻松搞笑的偶像剧,他都能轻松搞定。 2001年,陈豪刚刚中系毕业,噩耗就从清到家乡传来。 父亲常年的胃病已转化为胃癌,手术肺不肺。 这时粉红女郎剧组找到他,邀请他饰演女主角万人迷。 虽然觉得自己和万人迷的人设相差太远,但为了父亲的医疗费,他寄了下来。 结果戏中一太万方的陈豪大红大紫,成了真正的万人迷。 之后他就成了工作狂,拍了很多戏,但始终没有突破曾经的高度,被称为了花瓶演员。 不认为自己是花瓶的陈豪,继续努力。 2003年,陈豪又一次接演了由朱德雍漫画改编的同名电视剧《双响炮》,在北京等城市收视率第一。 指最金迷中的田佩之,荣获了首尔国际电视节评审团特别奖,成为中国演员首次在首尔国际电视节获得个人奖项。 在2000年热播的大戏《三国》中,陈豪出演《青城清国》的美女貂蝉,绑砖毫不手软地扔到他身上。 面对争议,陈豪回到了中央戏剧学院攻读表演系硕士研究生,来提高自我。 混读的日子,陈豪遇到了真命天子,并连续生下两个女儿。 热爱家庭与表演的他,决定不再把大量的时间花在片场,而是在学校当表演老师,来平衡自己的家庭和兴趣。 虽然不再拍戏了,但小独还是会想起《粉红女郎》中的万人迷。 希望陈豪遇到合适的剧本再出来演戏,满足观众对他的怀念。